学习一个我们这个课程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等价关系 那么这个概念呢 不光在咱们这个课程里边特别重要 那在现实生活当中 在自然科学当中 社会科学当中 甚至于呢 在动物学植物学博物馆学等等 甚至于在商场里边 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 它重要在哪呢 也就是说利用这个等价关系 可以对事物进行分类 分类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对那一大类 可以只用它其中的一个对象来做代表 就意味着原来成千上万的对象 变成了类以后 你们想象一下 就变成了很少的几个对象 而那些对象当中 每一个只有一个来代表它就行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在请课 我们说同学作为一种关系 是吧 就是一个等价关系 而这个关系呢 我们每一个班只要找出一个代表来 你们都知道有班长是吧 所有的班都有班长 那好了 找了这个班长 有什么事情通知他 由他 这一个班就 他可以全通知到 是吧 每一个班找这么一个就得了 当然有同学说了 那非得是那个班长吗 当代表呢 那个班里的任何一个同学 都可以拿出来当代表 因为他们从同学这件事情来说 他们全是同等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 那么这个概念超级重要 它是抽象的根基 前面我们说了 咱这个专业抽象第一 回头等 学完了等价关系这个概念以后 再把它跟抽象结合起来 你会看一下 啊 那来 这个概念真的那么重要 而且 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数学形式 来描述我刚才说的这些事 也就是说分类 好 先看一下 呃 等价关系的定义 但是了 刚才我说了那么半天 说等价关系那么重要 它 跟另一个概念是同等的 结合的划分 这一节讲到最后 你会知道这两个 集合之间存在的意义对应 啊 啊 不能叫集合 就这两 啊 这两个概念 是对等的 啊 那么利用他们描述的那个集合 之间存在的意义对应 这是这个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等价关系的定义 它的定义实际上特别简单 实际上刚才已经倒过过了 是吧 从同学这个例子 你就能看出来 什么样的关系是等价关系啊 该是自反的吧 该是对称的吧 该是传递的吧 还是这就是等价关系 所以等价关系的定义呢 还是很简单的 嗯 那么这个例子啊 就是同学 关系 什么 恩上的 摩恩同语 这都是 假设 R 这是X的上的 一个二元关系 说如果 R是 自反 对称 传递的 和R 就成为等价关系 好 刚才怎么判断 一个关系 是不是自反的 是不是对称的 是不是传递的 咱刚才 上一个学诗 是不是给出来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 还记得吧 什么是自反的 横等关系 在它当中 是吧 什么是传递的 R的平方 包含在R当中 是吧 什么是对称的 R的力 包含在R当中 是吧 你就记住 简单的判断 用这三个简单的方法 一判断 尤其是利用着 刚才那个 关系矩阵 是不是很容易判断出来 那也就是说 判断一个关系 是不是等价的 这边你去编程 也不是很复杂的一个事 是吧 好了 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使得我们学完了等价关系以后 我们再去回去回顾 线性代数 我们会找到一种 学习线性代数的 简单的方法 或者会找到一条主线 就是 那么我们来复习复习啊 咱看一下 假设 这是 所有的10M乘男的矩阵 好了 A B 属于这个 那么我们在这个集合上 定义一个等价关系 这都是你们定义过的 A跟B等价 从A 经过若干式初种变换 能变到B 好 这个能回忆起来吧 这种叫矩阵的等价 是吧 你们当时还有没有给他起个别的名 这叫等价吗 叫相抵是吧 没有学那就没关系 这叫等价 好了 假设 这是N阶的10对称矩阵 是这个集合 好了 如果存在着一个P 当然也得先写A B属于它 A B A和B满足的这种关系 说存在一个P 使得什么呢 B就等于P的转质 再买上A 再买上A 再买上P 这叫啥来的 就合同关系是吧 咱这里边都写着 这是第一种 这就是第二种 第三种 假设 MN是十方阵的 之极 那么在哪了 A B 也是这里边的 说A和B 满足这样式的一个关系 也是存在一个P 使得B等于P的力 买上A 再买上P 这叫啥关系 叫相似矩阵 是吧 好了 这就是复习复习 也是个例子 那么这都是 是不是都是增加的 咱刚学完了 等价的定义啊 它是不是都是等价的 是不是啊 是的 好 是的话呢 来看 字反的 肯定对称吗 传递 他跟他经若干侧 他在若干侧变到C 从A 就是若干侧变到C 当然了 底下这俩也是这样 这三个是 你们的线性代数里边 学到的三种等价关系 等咱们把等价关系 这个 全部学完以后 再回过头来看 不要小看 这三个等价关系 利用这三个等价关系 给你的线性代数 就可以做一次梳理 梳理完了以后 你把 啊 原来 学线性代数的时候 记住这几个很关键的概念 沿着这条线 将来用它的时候也会很方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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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